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起笑攏花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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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節目一開始 趕緊來介紹今天與會的來賓 首先介紹的是 我們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 郭董 謝謝大家 我是鴻海的郭台銘 謝謝 好 接下來介紹的是 我們打馬漢將王世堅 感謝… 感謝所有我們這個 共産大堂的好朋友 跟今天的支持 真正的打馬漢將在這裡 你如果想要跪 你為了我跪去 歐巴賣 Dead Body 謝謝 好 歐巴賣 Dead Body 這句現在很紅 接下來介紹的是 政論名嘴 姚立民 姚順之後 安身立命 為學生發聲的姚立民 謝謝大家 好 接下來要介紹是 反反服貌的叫集人 王秉中先生 大家好 我是王秉中 不是王偉中 任何關於我個人 這方面的一些損壞我名譽的說法 我保留法律追溯權 謝謝大家 好的 今天一開始呢 要鄭重為大家介紹 坐在我們悶鍋的悶鍋人物呢 我們請到的就是 我們資深媒體人 也是知名廣播節目的主持人 董志森 董哥 各位朋友 大家好 董哥好 今天董哥來到現場 一開始當然要問他悶不悶 最近有一則新聞是說 新大的客座副教授呢 他發起在網路上發起了說 要大家來抵制唐湘龍跟董志森 也就是我們董哥的節目 結果呢 有三萬名網友按讚 董哥 今天坐在我們悶鍋裡面 到底悶不悶 不悶啊 悶不悶啊 不悶啊 當然不悶啊 怎麼會不悶啊 隨隨便便一個人發起 有三萬一個人按讚耶 王丹什麼東西啊 對喔 是不是 我還要質疑他咧 怎麼質疑 阿扁的國務家會 給他30萬美金 他拿去哪裡啊 我質疑他啊 這個是不是黑箱 是 黑箱就要講出來啊 那他把錢拿去哪裡 阿扁也承認啊 所以這種人的話聽聽就算了 董哥 我聽你的那個 在語言當中充滿了這個憤怒 我覺得你把這個學生都得罪 你說學生通通是狗 你要把網友也都得罪了 人家是劍縫插針 欲動灌水狗 我現在看你身上彷彿有 很多的針都插在你的身上 有一種萬劍穿新的感覺 對不對 你現在搞得好像自己無誤不去 他到底是誰啊 那姚立民 姚立民 你那個紀念下誰 你連我都不知道 對不對 我的資歷非常的完整 我從國民黨到新黨 然後洪三軍的我紅黨的主席 現在我是小英基金會的 董事 我這個心力入城你可以明瞭嗎 那你還是人嗎 小董哥 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你了解我的心力入城嗎 心路歷程不是心力入城嗎 心路歷程嗎 是 我非常了解 不是 我非常了解你反護的政治立場 哪一方面 不是 這就是失誤者為俊傑 那你現在被弄得滿頭包 你現在心情如何 我聽到就是董哥他說 王丹的30萬美金到哪裡去了 我們沒有辦法深究這個問題 那我們要先問一下 那個當初紅山軍的百萬大軍 師民德的師主席唱歌唱到一半 那幾個他的錢到哪裡去了 想到到現在沒有交代 是不是這樣 這個為什麼不去追到 追王丹那個30萬美金 你這個董哥 你跟我交代情緒來看是不是這樣 那30萬是 中華民國民民繳稅的錢 我們現在大家繳稅心裡很痛 那個也是大家拍很強的錢 是拍很強的錢 拍很強的錢也是 1500年這樣 關給她的 跪了她又再哪裡去了 你如果沒有追究一下 歡迎光臨 謝堅天我沒什麼要跟你說 是啊 我不像你 還把你裝甲的女兒帶到旅館 我不幹追她 我沒問題 這個真的是重傷 沒有 我已經 沒有 那個我已經說過是選民服務 你們有什麼問題 你們自己問 那個你說… 難怪你中山大同的裝甲這麼多 感謝… 謝謝 真的顧得太多了 沒有啦 剛剛照顧人也照顧 不該照顧人他也就照顧了 問世間情私合物 怎麼會這樣做的 職業… 職業以身相許 你問我什麼合物 我來給你回答 你就要 我沒有跟你說這個 我沒有跟你說這個 你講人家 跟女性的選民做這個服務不可以 那你自己 不是女性的服務 她是做選民服務的過程 Motel選民的服務對不對 那等於說你現在質疑他 那我也要質疑你 你講 你幾歲了 據我了解 你49年次了 50多歲了 為什麼到現在還單身 為什麼還不結婚 難道你 有另外的感覺 只能感受 沒辦法察覺的感覺 是… 這個真的是對人生有… 沒有 我不覺得什麼大的攻擊 我不覺得什麼大的攻擊 那現在有女朋友嗎 那是我的事 我真的 我其實跟姚立平教授認識很多年 對… 姚教授過去在立法院主持一個 叫做國會觀察基金會 對 他從來不觀察別人 他要好好觀察自己 看他這幾年的政治立場怎麼變 然後變到最後 現在像什麼樣 不能看 沒有啦 我們不管他怎麼變 我們最主要是 有固定交往對象嗎 董哥 是啊 有沒有固定交往對象 有固定交往對象 是啊 當然 那是意境嗎 主持人有不需要這樣子 沒有啦 因為 因為這是屬於個人的隱私 不是 姚教授剛剛問了 我也有點好奇 這樣好了 把它變為公開議題 對嘛 董哥 如果你有正常的交往對象 你結婚的話 我當正婚人 而且我贊助100萬 郭董這麼多 他是誰啊 郭董 郭台銘 郭董 他現在講話的身分很可能是 是… 一百分是郭子乾要贊助的 用屁股指揮腦袋那個郭董 是啊… 對啊 是 那這個董哥我覺得 他這個人也算是敢講真話 而且你做這個電視節目 廣播節目 來訪問的這個來賓那麼多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來賓講的話 是真話 還是說所有來賓講的都 你都看穿了 他們都在講假話 對 會不會 來賓有講真話有講假話 因為什麼來賓都有 我最喜歡是沈富雄沈大老 他都講真話嗎 他講真話 所以他最慘 你提出三個人 你覺得他都講假話的 三個人都講假話 他多朋友多知道的秘密也多 他有沒有上過你節目姚立民 有 你覺得他講的話是真話 他真真假假 他有時候會講真話 那誰都講假話 你覺得聽起來不能信的 沒有 其實作品主也不會全部講假話 他有時候還是會有一些真 來套集外界的信任 我覺得在我的節目裡面 來賓其實非常多 至少不敢講成千上萬 至少一百多個 是 那講 王秉中 王秉中 他上過我節目 是… 他有講真話嗎 有 他講真話 他講真話 是 因為我跟董哥 他雖然唱歌不好聽 話倒是很真 他唱歌不好聽 是眾所皆知的事情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我跟董哥 就是有一種 英雄習英雄的感覺 不過我想請問一下 咱們董哥 因為我們在上節目的時候 有一些政論性的節目 就是當我在上的時候 他們都一直不讓我說話 我相信我們董哥也是看在 在電視上看的時候 心裡也是直跳腳 你覺得 在我們台灣的這麼多 政論性的節目當中 哪一個是最公平的 我 當然是我 是我們這個節目 是 我最公平 那如果說 要有一種方式的話請 是不是有什麼建議 給其他不公平的媒體呢 沒有 其實台灣除了我媒體 很少公平的 你看看 沒有 董哥 你說你是最公平 是王之間非常不認同的感覺 因為董哥他之前在TVBS 就因為他說真話 結果他也沒有節目 對 現在來中天 你在講真話 恐怕你又沒有節目 會不會你有這種擔憂 其實他不是說沒有講真話 他是因為後面的靠山垮掉了 整個李燕秋他們沒有在做之後 他就整個都被炸霸佔了 然後總統府直接派羅志強 和鄭麗文直接把他時段給吃掉了 所以說他現在根本就無路可走了 所以他這段話是真話嗎 他有部分真話 有部分真話 對 你沒有現在說我 他剛才說的哪一部分是真的 李燕秋跟李燕那部分還是 沒有啦 有沒有關係 因為我在那個電視台 我其實是很獨立的 是 我做什麼節目和別人也沒有關係 我講的話也不可能有人能夠受益我 以我的個性 我高興講什麼就講什麼 像我不像有些人就是 用屁股指揮腦袋 我不是這種人 我想問一下那個董哥 我也覺得很奇怪 就比方說你這麼敢言 所謂的仗義直言 像我這樣一樣 我也是什麼都敢說 我什麼都嚇出去 我都沒在怕 你不怕得罪網友嗎 對啊 你這樣得罪網友 三萬人給你按 給那個教授王丹給他按讚 就是說三萬人要抵制你的節目 看的人也算是你的衣食父母 觀眾不能抵制他 你怎麼看這個事 對啊 沒有 三萬人在中華民國算什麼 一點點嘛 一小撮啊 三萬人差不多也有 0.27的收視率 我們節目就可以活下去了 沒有 那個 沒有 那個比賽 我告訴你 我真的講 其實台灣社會是一個多元社會 每個人都有一堆人抵制你 不用害怕 你說郭台銘很神氣 沒有人抵制他嗎 年級那麼大還起一個少妻 對不對 多少人心裡想了就不甘心 不甘厭 那你也可以娶 你到現在都沒有娶 是啊 所以我講 就是什麼樣的人都有 所以我們不能在乎說 有一批人對你怎麼樣 對啦 我的意思說 董哥你是說 你不在乎那三萬名網友按讚 當然是啊 因為現在有很多抗議的民眾 譬如說蔡振元 他就被人就是肉身阻擋 會不會擔心這一點 我不會 哪一天你開車出去 你就騎機車 騎機車更容易阻擋 我比他們機車 我也不怕肉身阻擋 我肉身成活 我怕他 什麼嘛 三萬人就要阻擋我嗎 我跟你講你三萬人 你騎機車過去那三萬人 吐一口口水可以把你淹死耶 你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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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他